大妈怎么盯着我 该不会是我变老了吧 老什么呀 您才多大呀 这话我爱听 那个 你不是有正事要聊吗 什么正事啊 你不是说有些事情还是 先说清楚的比较好 来来来 快趁热吃吧 别动了 咱们先吃吧 谈的事还没蒙完呢 是啊 你看这饺子 一搁就驼了 等他回来我先给他煮 我今天还想等着他喝两杯呢 我知道了 我说过 你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 能用钱解决的困难都不算困难 但是你这一次要的金额有点大 我就算把个人的钱全部给你也不够 所以我想了个好方法 你说 我可以把黄总账上的钱 能用一部分给你 但前提是 你得给我固定回报 这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本金百分之三十的固定回报 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那问题是 老黄不会知道吗 那好吧 如果黄总知道的话 我就说这是我选择的项目 决定的投资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 有这个权利 至于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他 是怕他因为跟你的个人恩怨而拒绝 耽误了这笔好买卖 他能信吗 到时候目已沉舟 信不信就由他了 是个招 师父毕竟是师父 那钱什么时候能打给我 公司的钱过几天打给你 我贵人的钱你随时可以拿去 好 答案不言谢 我现在就给你写结局 然后起草合同 好啊 我握手里就有笔和纸 我握手里就有笔和纸 你也担心在试试呀 一半 一半 为什么要eredith adora像吗 catastrophe